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身高是有预兆的 通过脚上的几个症状 可以看出血糖是否有异常 症状一 出现溃疡 溃疡的好发部位为前足底部 脚部一个疼痛点可能是糖尿病 足部溃疡的第一症状 糖尿病患者也更容易发生真菌感染 特别是皮肤有褶皱的部位 症状二 脚趾发白 脚趾发白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肝病人群 二是得了糖尿病 可以结合其他的身体症状综合判断 但最直接的判断方法还是去医院 毕竟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小问题 症状三 足不感觉迟钝 走路向踩在棉续上糖尿足带来下肢神经的病变 会使患者的下肢皮肤容易因无汗而干燥 并且下肢经常会伴有刺痛 着痛 麻木 甚至感觉迟钝或丧失 走路时会有脚踩棉续的感觉 症状四 间歇性脖形 间歇性脖形是糖尿足较为早期的表现 其导致原因主要是下肢较轻微的缺血 会让患者在行走一段距离后下肢开始出现乏力 麻木 但休息一段时间后就会缓解 当缺血进一步加重拾 甚至会出现休息痛极就是在不走路 不运动的静息状态下也会疼痛 这种疼痛主要出现在脚趾或者足部的远端 且夜间还会加重 患者躺下时也会加剧疼痛 只有保持足部下垂时才可以缓解 症状五 出现爪状趾 这种症状一般在糖尿病初期或有神经性疾病时会出现 虽然它对生活的影响不大 但也是一种糖尿病预兆 一旦发现要及时监测血糖 预防糖尿病 两点很重要 有些人刚开始只是血糖高 并不是真的糖尿病 而长期以往若控制不好血糖 就真的会引起糖尿病 所以建议大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定时监测血糖 这样不仅能预防 延缓糖尿病的发生 甚至还能逆转糖尿病前期人群 一 饮食科学合理一 炒菜必开两道菜 炸土豆片 脸藕血糖主要来是由糖和碳水化合物带来的 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越高 升糖速度越快 所以控制血糖首先要控制的是 不要吃太多甜食和含淀粉类食物 炸土豆片和脸藕就要慎用 经过高温油炸过的土豆变成了所谓的高血糖指数食物 而且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本病体等有害的物质 脂肪的含量也很高 这样土豆中的淀粉就比较容易被糖尿病患者消化 上升血糖的速度也会变快 不建议食用这样的土豆 大家同样要注意 脸藕的淀粉含量很高 150克左右 脸藕的热量就相对于半碗米饭了 所以糖尿病患者在吃脸藕的时候 要相对应的减少摄入量或者减少一部分主食的摄入 二 选择合适的饮品 最好将常喝的糖分含量高的饮料 啤酒等饮品改为白开水 茶饮 平时也可以自制酱糖茶 桑叶茶 配方 一 取新鲜的桑叶洗 晒干 备用 或者在中药店买 晒干的桑叶也可以 二 将晒干的桑叶丝成碎片 备用 每次取二负五克 热水冲泡 带茶饮即可 现代医学证明 桑叶是上好的功能食品 它能降压 降脂 抗衰老 增加耐力 降低胆固醇 抑制脂肪积累 抑制血栓生成 抑制肠内有害细菌繁殖 抑制有害的氧化物生成 最突出的功能是防止糖尿病 国内外研究资料证实 生物碱和多糖是桑叶中主要的降血糖成分 二 规律运动坚持不多吃一口 不少走一步芬兰的一项研究发现 每天走三五分钟的路 糖尿病患病风险减低8% 中国的研究也指出 高血糖者多走路 发展成糖尿病的风险减少40% 因为走路增加细胞胰岛素受体的数量 让岛素的利用效率更高 医生还提醒说 很多糖尿病患者检测空腹血糖时正常就掉以轻心 以为自己很健康 其实餐后血糖的监测也很重要 如果糖尿病人能将血糖严格控制在这个范围 就能有效地减少糖尿病病发症的发生 或阻止其进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